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好 愿你平安 这是我荣幸能够在各位当中 能够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换一个新的环境 这个是一个充满生气 充满活力的一群弟兄姊妹 阿们 在这里也看到一些 我熟悉的恋孔老朋友 但是也看到很多很多 我不认识的 这个是好现象 如果这么多年 看过去全部都是认识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对不对呀 而且也搬迁到一个更大的地方 非常感谢主 刚才跟你们的牧者讲 特别我们在明年的 教务研讨会的题目叫做 传承 不是传承掉 不是传承 Legacy 传承 OK Past-baten 那么我学会说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深信在教会 或是一个机构 这个公司需要什么呢 需要传承 传承 然后感谢赞美主 特别我们这 特别接下来 未来的五年 我们教会 也非常专注在这一方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年已经61岁了 OK 我再多五年 再多十年 各方面就要退休了 那么就要找一些的 这个接班人 我深信呢 在座的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被上帝所使用 非常感谢主呢 我很喜欢你们 教会今年的主题 也知道今天 教会主题是什么吗 已经进入了 十二月尾生 你还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啊 念给我听一下 上帝的殿 我们的家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呢 我们神的殿 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一定要有 这个家的观念 让人来到我们当中 就好像来到一个什么呢 来到一个属灵的家 今天早上呢 在这里面呢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就是讲到这个 这个好像control一点问题 给迈向这个成熟 那在这里面呢 圣经有一句话 它告诉我们什么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然后什么呢 讲到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大家说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我深信呢 我们个人的灵命 或者说对这个教会 我们都要什么呢 面向新的一年 2013年 很快就要来到 盼望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做新的一年帮助我们 属灵的凌晨 能够什么呢 迈向成熟 我深信我知道说 你们教会也这两年 也算是独立 正在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个表示什么呢 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 对不对 我深信说 这是每一个人在属灵的里面呢 我们需要不断的 继续不断的来成长 成熟和成型 不晓得当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呢 宝贝 所以当有这个宝贝的时候 会感到什么呢 很可笑 我去年呢 我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做公公了 就成功了 我成功了 有多少位是成功人士 成婆成功人士 揮揮手 我告诉你 我有睡觉的恩赐 但是呢 当我的女儿 这个生第一胎的时候 我在中国 当那晚上呢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太过兴奋了 所以每一个小时都会起来 每一个小时都起来 为什么呢 睡不着觉 我没有失眠的 就是那英作呢 我做公公 为了做公公而失眠 你知道吧 太兴奋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的孙子现在已经两岁多了 当然他的形状还不是这样子了 已经成长了 你想看 如果今天你家里 你的孩子 5岁 10岁了 还是保持原状 那个时候你会什么呢 很cute 最好我的孩子呢 永远10年 20年保持这个 你会感到很cute吗 我告诉你呢 你的脸就开始发青发白了 对不对 很担心啊 怎么搞的 我这个孩子什么呢 还是不能够成长了 所以我们说呢 今天我所分享的 有特别印这个讲义给大家 希望说大家能够 回去的 好好的来 思考这个问题 这一方面的成长 包括在小组里面 你可以讨论 我们说基督徒生命的需要成长 就好像什么呢 小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灵命呢 我们 耶稣基督 我们的神是我们阿爸的天父 他多么期盼 我们生命 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 所以我们知道了 基督徒生命的成长 是什么呢 大家说什么 是很自然的 对不对 你不用说呢 吃了一碗饭 你这样这样量一下 我里面有长高啊 长胖啊 对不对啊 所以也就是成长了 如果有生命的话 就会成长 我问你这张椅子放在那个地方 十年过后 它还是保持严状 对不对 还说下个礼拜 它会长高一寸 继续不断的长高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它什么 没有生命 所以生命的成长 是一个什么呢 是很自然的 但是呢 我告诉你呢 成长是不是需要付上代价 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你要是要一个baby的成长 父亲呢 牺牲睡眠的时间 对不对啊 牺牲的时候这个金钱 跟什么 买这样的奶粉的不便宜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呢 是说成长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我们也感谢主呢 知道说你们这个聚会之前 你们有一些课程 生命成长的课程 那这些什么 就是要帮助教会 就是要帮助大家 能够在属灵生命呢 能够继续不断的来成长 那如果我们生命不成长的话 我告诉你呢 你就是一个什么 大家说 属灵的诸奴阵 换上了属灵的诸奴阵 换上了属灵的诸奴阵 我告诉你呢 在今年的年头 在这个新州日报 讲到在美国 George 这个州 有一个地方呢 住了七个小矮人 那这个呢 七个小矮人 都是为什么会小矮人呢 乃是因为呢 他们的这个的软骨的发育什么呢 不健全 所以就是说呢 他每一个呢 他也生有了结婚之后呢 生有两个孩子 那不晓得你认为 这个这对是夫妻了 那生了两个孩子 你猜到底是哪一个 那两个 应该比较像他的嘛 那两个 那另外三个是什么呢 是领养的 一个是从中国领养的 那一个呢 是从这一个 这个是中国了 这肯定 这个是从俄罗州领养的 那这一个呢 这个听说是从越南领养的 所以那一家呢 这个气口 所以就是说呢 给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 就放上了属灵的 这个诸奴阵 那我们说 我们要知道一下 怎么知道 我们来衡量一下 我是否是一个 属灵的婴孩呢 那生一个属灵的婴孩 有些什么的征兆 你知道吗 那在圣经里面呢 至少呢 在这个西伯来书第五章 我们一起读 论到这些事 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 可是很难解释 因为你们已经什么呢 迟钝了 听不进去了 到这时候 你们应该是已经做老师了 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 再把神的道初步教导你们 你们成了 只能吃奶 而不能够吃干粮的人 那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属灵婴孩的 一个的征兆 接下去 他说一起读 凡是吃奶的 还是个婴孩 对公义的道理 没有经历 他们的官能 因为超念 纯熟 就能分辨 是非了 那从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特别讲到第一节 他说呢 论到这一事 我们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 可是很难解释 是因为你们已经什么呢 迟钝了 是否我们曾几何时 我们听神的话 是否好像听不进去 听不明白 那这里面给我们看到 第一个的征兆是什么呢 属灵婴孩的这个第一个征兆 也就是说呢 对一些许许多多 属灵深奥的事情 都什么呢 都听不进去 也没有兴趣 那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这种属灵的胃口 更多 更多的来渴慕 上帝的话语 那这个是讲到这个 第一个的征兆 那第二个征兆是在第十二节 他说呢 你们已经原本呢 这是保罗 这个这里讲到呢 你们原本应该是做老师的 但是呢 你们还是需要有人什么 把神的道的初步 教导你们 就是永远都是什么呢 处在那种的基本的真理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是那么表面 是那么的片面 从这段经文里面呢 给我们道上表示什么呢 在真道上面什么呢 没有进步 也就是说完全的 对上帝的话语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兴趣 那第三呢 一个属灵婴孩的这个征兆呢 就是在第十二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 他你们成了什么 大家一起读 只能吃奶 而不能吃干粮的人 那这个 接下去再读 凡是吃奶的 还是一个婴孩 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验 只有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官能 因为操练 纯熟 就能够分辨好歹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呢 就是表示什么 永远都是属灵的婴孩 我不晓得 在座当中 你在这个赞美教会 已经超过十年的 灰灰熟一下 十年 灰灰熟 OK 超过五年的灰灰熟一下 少过五年的灰灰熟一下 少过三年的灰灰熟一下 还有 少过两年的灰灰熟一下 还有 少过一年的灰灰熟一下 也有 感谢赞美主 少过半年的 少过半年的 OK 这表示说 你至少 你来教会 已经半年了 问问你自己 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三年 五年 各方面 我的属灵生命 也没有来成长 那这个就是 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 但是呢 今天早上来帮助大家 让我们能够什么 就如同这种 四个手说的主啊 晋升 面对这新的一年开始 让我们在什么 在神面前 立定心志 能够继续 不断的追求 那我们说基督徒 生命成长 如何 我们属灵的生命 怎样成长呢 那今天早上呢 我要给你三个步骤 如何帮助我们 灵里面的成长 这是记载在 希伯来书第六章 第一节跟第三节 那让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 那为什么说所以啊 有因为 才有所以吗 刚才你所读的 第五章的最后几节 就讲到 灵命不成长的情况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们是什么呢 所以 不要永远停留在那种的过去 灵命不成长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起读 所以来 我们应当 第一什么 离开基督 道理的开端 第二 竭力 尽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第三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所以今天早上呢 就从这三大点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 讲到离开基督 道理的开端 这个是灵命成长的第一个步 我们必须要什么呢 在前面这两个字是什么 离开 OK 从我们目前的现状的当中 离开 进到什么呢 成长的这个的地步 那第二方面呢 第二大点是什么呢 竭力 尽到 完全的地步 第三点呢 就是 我们 必 如此行 好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方面 讲到离开 我们如何 如何离开 基督的道理 当然基督的道理 是这本圣经的道理 我们不要永远的 都是什么呢 这个参加 基本真理班 造就班 对不对呀 要继续不断的什么呢 在这个神话语上面的来杂根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第一点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是什么 不要再做小孩子 那你看一下 做小孩子的时候呢 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十三十四节 那我们一起来读 至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全人满有基督长全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愧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我告诉你 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征兆 从这里面你们看到呢 这个不要再做小孩子 为什么呢 小孩子很容易受骗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一张支票 一百万的支票 跟两粒糖果 你交给一个呢 两岁的孩子的话 他要哪一张 他要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还是那两粒糖果 两粒糖果 那如果是你的话 有多少位要拿两粒糖果的 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这表示什么呢 你不是两岁的孩子 因为两岁的孩子很容易受骗的 对不对 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意义 有这个价值的 所以从这里面呢 给我们看到呢 小孩子呢 也就是说从这里 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爸爸 就好像在做了每一位 就做父母亲的 对不对 你都希望你的孩子什么 长大成熟 对不对 永远呢 不要成为一个永远 是像小孩子 孩子 孩子 孩子的那种思想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给我们看 上帝不要我们一直停留在那种 婴孩的这个阶段 弟兄姊妹 是上帝的心意 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 就好像你我 不盼望你的孩子 永远处在这样的阶段 所以上帝的心意 就好像你我做父母亲的心意 是什么呢 都是盼望你的孩子 什么呢 长大成人 其实长大成人 就是长大成熟 OK 只有成熟的话 才能够什么呢 成为这个成人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如何离开基督 道理的开端 第一点是什么呢 不要再做小孩子 OK 第二方面呢 在更多前书第十四章 第二十节 一起读 弟兄们 在心智上 不要再做小孩子 然而在二世上 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要做什么 大人 心智这里说什么 in regards to evil infant 他说 stop thinking like children 心智是表示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思想 我们思想要成熟 他说呢 在二世上要做婴孩 不好的事情 最好 不要懂得太多 这样他婴孩什么都不懂 但是呢 在在善事上 在好的事上 什么呢 主要什么呢 要继续要懂得更多 所以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二世上 先告诉我们什么 做婴孩 但是呢 我们说什么呢 但是呢 在心智上要做什么 做大人 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说 灵命的成长 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如何离开呢 第一呢 不要做小孩子 第二呢 我们要在心智上 让我们的思想 能够什么呢 能够继续不断什么 更加的成熟 我深信呢 神话 能够帮助我们 来更新 我们的 这个的 思想 我告诉你呢 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称他有一个双引擎 什么叫双引擎呢 你一看到呢 这辆车 那这辆车 它什么呢 它就双引擎 twin turbo engine 我告诉你 这种跑车的话 一踩到那个油门的话 马上什么 zoom 这个跑车 它是有tubo 我告诉你 基督徒 如果你的 你的属灵灵命的成长 我们是什么呢 不要单单只有这个外表的躯壳而已 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有没有这个 spiritual twin turbo 那这个呢 双引擎是什么呢 那我告诉你呢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引擎是什么呢 大家说什么 神圣的不满足感 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心里面 没有培养一个 神圣的不满足感的话 那为什么 我要放一个神圣 这两个字呢 我们灵里面 有多渴慕 善地的话 还是你有一什么 我已经满足了 我属灵的凌晨 已经很不错了 你就不会有一个动力 去继续的往前 去支取 要领受的更多 要明白的更多 所以我们要向神来祷告 这里呢 经文这里 给我们看到 第二方面是什么 大家说 神圣的渴慕 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 这个属灵的双引擎 一个是什么呢 神圣的不满足感 那你看一下呢 在这里面呢 在菲律比书第三章 如何培养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呢 那在菲律比书第三章 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一起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的 我乃是什么 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要我得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那这个就是讲到 要有神圣的不满足感 就是什么呢 竭力的追求 那为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对神的坏不可目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神圣的不满足感 因为我们活在错觉的当中 就好像这段经文说呢 我不是以为 什么叫以为 以为是一个错觉吗 哎呀我以为你今天会来 你没有来 我告诉你 当我小的时候我爸爸 我爸爸在日本时期呢 读书的人都读不高的 对不对 你能够在日本时期 能够读中学的话 已经很不错了 我爸爸只读小学三年级 他就告诉我说呢 孩子你知道吗 你爸爸每年在班上拿第三名 我就想有其父 就必有其子嘛 聪明的爸爸生的孩子 应该不会太笨 老师告诉你呢 我在小学的时候 每一年拿第二名 后来我爸爸告诉我 他年年拿第三名 他全班只有三个人 哈喽 全班三个人 你不用读书 也是拿第三名 我就以为 以为本身是什么呢 是一个的错觉 你们有没有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已经懂得很多了 当你活在以为的当中 你就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要什么呢 如何培养这种 绝对追求呢 最后的八个字是什么 忘记背后 不能是过去的失败 或者是过去的成功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过去的成功 想当年 想当年 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爱主 年轻和爱主 现在呢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积极的传福音 想当年 现在呢 如果我们一直 活在过去的失败 服事的经历 一些不好的 一些经历的话 不要活在过去 所以他说要忘记背后 然后什么呢 努力面前 阿们 面对新的一年 2013年开始 不能过去呢 有很多 如何不好的 不愉快的 让我们对神有一个什么呢 神圣的不满足感 那这个就是讲到第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呢 所以他说 所以我们中间房是什么 完全人 其实他言文就是成熟的人 就要存这样的心 什么心呢 你必须要存这个心态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心态 这个就是一个成熟人的 这个心态 所以从这里面呢 有没有看到呢 如何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第一呢 我们必须要有 神圣的不满足感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 神圣的 大家说什么 渴慕 就如同呢 这一个呢 圣经里面 在诗篇第63篇 大卫他说什么 神来一起读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 无水之地 我的心 我的身 都什么呢 可想你 切慕你 我问你呢 当在干旱疲乏 无水之地 你渴慕什么 你以为是主话 在干旱疲乏 无水之地 我渴慕水 也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你渴慕水 喝了之后呢 还会再渴 对不对 你一定要来到水的源头吗 神就是什么呢 我们一切生命的源头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今天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要只是 单单看到 神手中的工作 神的祝福而已 我们要懂得回到神的 那个生命的源头 阿们 当你有了主的时候呢 你就有了一切 当你有了主的时候 你缺乏智慧的时候 能向神来 知己智慧 求神赐给我智慧 如何呢 去什么 在我的事业上 怎样的去 面对许许多的挑战 对不对 当你缺乏经济的事业的时候 来到三年面前 来宣告说 我的神必造成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我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是上帝话语里面的应许 阿们 所以就说呢 我们属灵的成长 第一 我们必须要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 第一 我们不要做一个小孩子 那我们要有什么 在属灵里面的 这个 可目 所以就说呢 离开 第一点我们说 就是说我们灵敏的成长 第一是什么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与这个 属灵 灵命的双引擎 这双引擎是什么呢 大家说 第一是什么 神圣的不满足感 第二是什么呢 神圣的可目 求神来帮助我们 能够更多的来可目神 所以第二大点 第一是想到离开 是消极的方面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第二方面是什么 大家说 竭力 什么 进到完全的地步 那如何竭力 进到完全地步呢 所以就是第一点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大家说什么 做完全的人 这是天父的心意 完全的人 其实就是成熟的人 圣经里面说 你们要完全 像天父 安全一样 其实也就是说 你们要成熟 像天父成熟一样 其中一个历史呢 就是亚伯拉罕 神如何对亚伯拉罕说呢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做什么人 做完全人 特别呢 在圣经里面 传世纪第17章 当亚伯拉罕 99岁的时候 因为上帝的应许 亚伯拉罕 他要赐亚伯拉罕 年纪老败的时候 一个属年 一个孩子 所以当他到99岁的时候 一起读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说什么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 做什么人 做完全的人 这是天父的心意 盼望我们每个人 做完全的 我就与你利益 使你的后裔 积其反夺 神的祝福 就因此而领导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懂得 在神的面前 做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 第二方面呢 神呼召摩西也是一样 那在这个呢 生命纪第18章 一起读 13节 你要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 做什么人 做完全人 这是对摩西 上帝也接受摩西 吩咐这些 你要告诉 所有的以色列人 我申请今天的神 要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 要对赞美教会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说 说什么呢 你要做完全人 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什么呢 完全的地步 那耶稣基督 你可以看到呢 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他对他的跟随者门徒 他说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48节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效法的榜样 所以他不是要求我们做不到的 你要完全就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那我问你呢 在这里我们说完全人 什么才是完全人呢 大家说完全人就是什么人 成熟的人 阿们 完全的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成熟的人 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什么呢 成长 成熟 成形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我们属灵的灵神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呢 完全人 是一个成熟的人 又表示什么呢 你有什么呢 有成熟的生命 不是小孩子 对不对 容易中了人的这些的轨迹等等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砸根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你要知道 我不晓得 在你住的住家里面 有没有一些的异端 耶和华见证人 安息之会 各方面 你不要以为说 感谢赞美主 他哪一本圣经 他是基督徒 但是你会发现到呢 常常呢 就是专专来这些呢 把一些错误的真理的那什么 来影响 许许多多 迷惑许许多多的 许许多多的人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属灵的知识 恩赐的多少 与否 与是否完全 是否成长呢 不一定成正比 意思是说呢 我们灵命的成长 不一定是因为 你有很多属灵的恩赐 也不是因作呢 你有许许多多 圣经的知识 那最主要是 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这个生命 要有什么 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是圣经里面 对我们的提醒 就像哥林多教会 神经告诉我们 哥林多教会 什么是恩赐全辈 但是呢 他们还是一个属灵的小孩子 所以今天 我们追求的 不要单单只是追求恩赐 这个恩赐是为了 有果下的福事 更重要是什么呢 要追求更加 学向耶稣基督 更是能够活出 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因为你们在他里面 凡事付诸 口才知识 都全辈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计人的 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身 弟兄们 我以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是把你们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在基督里面 为什么 婴孩 你看哥林多教会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知识权备 恩赐呢 没有一样不如人的 但是呢 他们在属灵的生命 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婴孩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 我们所追求的 要渴慕上帝的话 我圣经只有神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们不单只是呢 去追求这一个的圣经的知识 这些知识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 化成为我们什么 生命的这个动力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从这里面呢 我们第三方面 就讲到 怎样才能够进到 这个完全的地步 他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第二方面说 竭力进到什么呢 完全的这个地步 所以也就是说呢 完全的地步 也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 是什么呢 是继续不断的来成长 OK 那我问你呢 你是否已经完全了 也就是说你们要完全 我告诉你 你的答案应该是 是我已经完全 但又未完全完全 这是圣经里面的 完全的观 对不对呀 你是否已经成圣了 是 我已经成圣了 但又未完全成圣 对呀 这是很重要的 神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因性称义 那么你是罪人还是义人 哈喽 义人啊 义人会犯罪吗 会犯罪 那么你还是义人吗 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义人 是义人 你是完全人 我是完全人 但是呢 我是还未完全完全 对呀 所以就属灵生命的成长 是一个继续不断的 继续不断的成长 所以他说我们一生需要不断的成长 为什么需要成长呢 为什么我们能够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说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什么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阿们 弟兄姊妹 今天你我一个宝贝的耶稣 在你里面 OK 让我们要培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知道人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 看到耶稣基督的那种 生命的这个流露 所以怎样才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呢 我们已经讲过 就是说呢 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我们要朝向一个目标 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保罗的人生的目标 他说什么呢 在菲利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一起读 来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才有益处 意思说我死了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 今天你活着是什么呢 你说我活着就是钱 当然我们说 金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也万万不能 但是今天我们说呢 活着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说什么呢 要进到完全的地步 就是表示说我们必须要朝向我活着 就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的那个的目标 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就是说呢 让我能够什么呢 为主而活 而且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向耶稣基督 过一个什么呢 过一个什么呢 让基督在我身上 造成显大的这个生活 这就是保罗 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 他是什么呢 让耶稣基督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事业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 什么呢 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 这是讲到进到完全的地步 一起来读 菲利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他照做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犯党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 弟兄姊妹 你是否可以天天常常跟神这样的祷告 说愿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 在我的身上造成显大 OK 所以呢 我们要除去那个老我 自我 能够活出什么呢 活出那个真我 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 那最后一点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主要讲到迈向成熟 如何迈向成熟 有这三方面 第一什么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们必须要有神圣的不满足感 要有神圣的渴慕 第二方面呢 我们要什么呢 竭力进到什么呢 完全的地步 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呢 在我身上造成的显大等等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必如此行 要立定新事 今天早上在神面前 待会我会带领大家一个人祷告 所以主要是的 我不满足于我目前属灵的观景 我的生命要继续不同的成长和突破 阿们 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的生命不再是一样 不论是个人 或是这整个教会的整体 所以我们说呢 成长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需要付代价的过程 你不能说我要成长 但是呢 我不要付代价 礼拜天也不来参加聚会 那么也不参加小组 也不读经 不祷告 但是我灵命要成长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成长是一定要付代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更是什么呢 必如此行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 是说我要继续不断的成长 要继续不断成长 要继续不断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神的国是什么 大摇大摆进去吗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天国是什么 努力进去的 也就是这样 我们说努力 圣经也告诉我们 要努力来进窄门 救恩的门是宽的 但是国度的门是窄的 我们需要努力进窄门 所以也就是说呢 得救是白白得来的上帝的恩典 但是我们说成长与成圣呢 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付代价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还要成为一个什么 得胜的基督徒 哈喽 你是得救的基督徒 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们不要以为说哈利路亚 我感谢主 我全家得救了 我们全家就拿了天国的护照 拿了天国的护照 这一天呢 我们出国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了 所以就感谢主了 那么礼拜天呢 有得空就来 拜访弟兄姊妹 来唱唱歌 那不想来的话呢 就跟上帝拿注地 请假 是不是这样讲 不能够的 因为呢 我们不单是要得救 我们要什么呢 得胜 要成一个得胜者的话 我们不单是要成长 我们要成熟跟成型 那这是讲到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什么呢 从称义到什么呢 到成胜 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我们只是在什么呢 处在这个因性称义的阶段 是的 称义是因做性 但是呢 成胜是圣灵的工作 让神的灵继续不断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生命什么 不断地成长成熟成型 OK 所以讲到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就竭力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 那就是我们所要说的 所以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他说 上帝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这意思是说呢 如果上帝给我们恩典 弟兄姊妹 神的恩典够我们所用 阿们 当我们赶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神要给你足够的恩典 你去面对 让我们属灵生命 能够继续不断成长跟成熟 为什么呢 因为祂是我们的天父 就好像在座每一个做父亲的 都是盼望你的孩子 继续不断地成长 成熟跟神行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已经习惯那种 因性称义的恩典 我们今天不单只是传这个 因性称义的恩典 感谢赞美主 你已经得救了 这个什么呢 救恩只是我们呢 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目标 当然不单只是信耶稣得救委 更重要的 我们生命继续不断地成长 成熟 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与主同长 完全 所以最后呢 一个的这个的 结论 据说呢 让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马华 他有一个的这个给那些热灵的人士 一句话 他叫什么呢 终生学习 终生成长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要什么呢 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什么 终生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成长到老 继续不断吗 成长 成熟 成形 阿们 能够基督成长的声量 那你可以看到 在圣经里面 这些许许多多的 属灵的伟人 他们都是终生学习的 你知道吗 第一个历史 我给你看到呢 以诺 以诺他是什么呢 在《创世纪》第五章 你来读一下 以诺 生马土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多少年 三百年 跟神同行 很多时候 我们与神同行 在座当中 有只有六个月 那有些是三年 有些是五年 有些是二十年 但是呢 以诺与神同行 三百年 他活到三百六十五岁 他讲以诺与神同行 最后什么呢 他就直接 进到上帝的怀抱里面 以诺就是一个历史 第二个历史是什么呢 摩西 摩西也是终生学习 终生成长 《生命记》第三十四篇 第七节一起读 摩西死的时候 已经一起 大家一起读 来 摩西死的时候 已经一百二十岁 他的眼睛没有昏花 他的精力也没有衰退 以后在以色列中 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 像摩西一样 他是 耶和华 面对面 所认识的人 你可以看 摩西是一个 与神面对面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以色列呢 你可以看到呢 神特别呼召摩西 把将这种的重任 托付给摩西 让他呢 什么呢 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呢 离开这个埃及 而且你可以看到 当一个是 与神同行的人 你可以看到 这也说什么呢 他眼睛没有昏花 他的精力也没有衰退 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神能够使你的灵力加征 你的身体就能够健康 身体里面灵健康 什么呢 是身体呢 也跟着这个健康起来 这是摩西 那第三个人物你要看到呢 什么名字啊 Caleb 在座当中有谁的名字叫Caleb吗 有吗 你们家里有没有Caleb 没有啊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督徒名字的话 可以考虑 弟兄 Caleb 你不是Carrot Carrot 那个红豆粑 Carrot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Carrot Caleb OK 那加勒 那加勒 你可以看到呢 他年纪老迈的时候 你读这些圣经节 来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受花了这支纸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获这45年 其间一些人在旷野行走 看到我现在已经什么呢 85岁了 我还是强壮的 像摩西打发我去那样 无论去征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 我现在还是如何 彭华在做了很多年长的 你一定要这样宣告 你不要说 哎呀 我现在已经是老扣扣了 LKK 老扣扣 哎呀 我现在人啊 已经什么 MKK 梦茶茶了 你不要宣告 你老扣扣 梦茶茶 要像这一个呢 这个呢 加勒所说的 他是什么呢 过了45岁 有多少位 今天是85岁的 会不会说一下 85 有没有 还没有 你看 虽然你都没有资格 你要学习像什么呢 加勒所说什么 我85岁了 然后什么 我还是什么 强壮的 阿们 靠主 OK 这我让一个 更加亲近主的人 我告诉你 在一次一个新洲日报 他说 祷告的老人 会成为一个 残命的老人 听好来 为什么说 祷告的老人 他们是有做统计的 就那些很多 残命的 这些基督徒的话 发现到什么呢 他是一个 祷告的人 为什么说 祷告的老人 是一个 比较残命的老人呢 因为你能够 透过祷告 你可以跟神交通 透过祷告 你可以防止交托神 对不对 就减少了烦恼 减少了重担 对不对 与主与神 亲近的话 当然呢 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吗 喜乐的心就是什么 就是良药 所以在做的 鼓励那些年长的 你不要说 哎呀 我又不会带领敬拜 我又没有 我脚没有力 但是你在家里面 可以做祷告的人吗 阿们 以神亲近 为了教会的牧师祷告 为了弟兄姊妹祷告 为了各方面的需要来祷告 阿们 让我们的身体呢 越来越健康 那我们说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大卫 大卫 大卫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人 那在这一个呢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第三十六节 一起读 大卫在他自己 大卫在他自己的世代里 遵行了神的计划 就碎了 归回他的列祖 也就是说大卫在世上的时候呢 继续不断的成长 继续不断的遵行神的词 一直到见主的面 碎了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有没有看到呢 另外一个人是什么 谁呀 保罗 好 我们到这时候 大家一起来宣读这话 我现在被焦点 我离世的时候 到了那美好的站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阿们 所以神的公义的冠冕 不但赐给保罗赐给谁 最后一句话 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爱慕 有一天我们能够见 我们的主的面 阿们 这里是什么呢 那我离世的时候 到那美好的站 你是我们能够到时候 当你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可以像保罗说 我已经 还是说 主啊 不要把我这么快 借回天家 因为那仗我还没有打过 那个呢 单跑的路 我还没有跑完 那所信的道 我还没有守住 但是上天说 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就要来帮助我们 要把握 你所有的就是现在 你所有的就是今天 让我们不要虚度光阴 为什么呢 浪费时间 就是浪费生命 Time is life 你不要说 Time is money No Time is life 所以让我们 好好地来把握 鼓励在座年轻人 如果你要爱主的话 就是现在 要伟生奉献主 服侍主的话 就是现在 年长的也是一样 如果你过去可能 是就糊里糊涂基督徒 但是呢 不要虚度光阴 最后的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任何的球赛比赛的话 关键性是在上半场 还是下半场 下半场吗 上半场你输 可以反败为胜 对不对呀 所以今天呢 你是来什么 来到人生的一个什么 上半场下半场 休息战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再次重整 调整 面对我们人生的 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最后的冲刺 决定胜败 对不对呀 所以让我们呢 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要认真 对呀 在服事上要认真 要持守忠心到底 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 让我们能够对上帝 对世人 能够对自己 做出这个宣告 这宣告是什么呢 就在这三方面的宣告 让我们大家张力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